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你知道吗,有一个忠诚药 女人用了能调月经 男人用了可以助性 这个滋补肝肾的忠诚药 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用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讲清楚 接着看下去吧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总是觉得身子骨很虚弱 体型偏瘦 很容易累 能坐着就不站着 能躺着就不坐着 经常头晕眼花 手脚没有力气 而且还会腰酸腿软的 女性朋友的月经不规律 总是往后推迟 月经量也很少 颜色很淡 男性朋友则表现在 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各方面的功能都有所下降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 是不是肝肾不足了 中医认为腰围肾脂腑股 肾筋不足的时候 就会导致我们的腰酸腿软 同时肾经可以充养我们的全身脏腑 让我们各项生理功能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肝主藏血 肝主筋 女性的月经 以及男性的阴经 都和肝经离不开关系 所以肝肾不足的时候 就会导致我们精神疲惫 各个脏腑和器官的功能下降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滋补肝肾的忠诚药 消除你对这个药的误解 这个忠诚药就是乌鸡白凤丸 有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女性产后坐月子的时候才会用到的药 其实没有这么局限 女性产后是一个肝肾不足 气血亏虚的状态 所以需要滋补肝肾 其实只要我们辩证分析过后 确定是肝肾不足的这个症型 就可以选择滋补肝肾的调理方法了 不用一味的拘泥于自己是不是产后 是不是女性 就不敢用了 乌鸡白凤丸用到的药物比较多 说有乌鸡 鹿交交 熟地谎 当归 白勺 单身 川熊 人参 黄芪 山药 嵌食等等二十余为药 乌鸡 鹿交交 熟地谎 这类药物可以滋补肝肾肾 田茸补阴 当归 白勺 单身 川雄 这类药物可以活血养血促进气血的运行 防止在我们的身体内造成淤血 人神黄旗和山药可以健脾补气 因为肾经不足会导致脾胃功能下降 从而出现脾气虚弱 没有胃口 四肢乏力的情况 最后还有嵌食 可以在一肾故精的同时化湿止泻 防止滋溺的药物过多 在我们的身上助生湿气 乌鸡白凤丸这个忠诚药 在重用滋补肝肾药物的同时 还注意到气血的补充 维持气血的通畅运行 所以是一个滋补肝肾的良方 大家一定不要对它产生偏见 以上内容仅供交流分享 涉及到具体的用药 还需要在正规医生的辩证指导下使用 以免错用滥用伤害身体